真好 货从天讲 孩子惨遭飞来恨货 法院追偿 调解现场 父亲怒火中烧 父亲的愤怒 北方警示马上播出 有警社故事 这里是北方警示 各位好 我是于斌 节目的开始 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短片 我问你来挖不动 我说你不是你 他要挖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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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他要挖得挖得 做到 我说我帮他有信号要罚人 你跟他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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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他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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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他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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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你他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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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他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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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他他他他他他他 刚才看到的画面是上高线 人民法院执行局在调解 一起强制执行案件时的情景 画面当中呢身穿白色上衣的男子 名叫黄金谷 是这起强制执行案件中 申请人黄思祥的父亲 当时呢谁也没有意料到 调解才刚刚开始 黄金谷直接猛然起身 愤怒不已 那么这到底是一起 什么样的案子呢 当事人之间又存在怎样的积怨呢 作为执行申请人的父亲 黄金谷的情绪十分激动 他似乎有着满肚子的怨气和怒气 瞬间就爆发了出来 根本无法控制 不过对于黄金谷这样的状态 进行调解的法官 却并没有过于责怪 说句实话 这个申请人这个情绪激动 我们是可以理解 说句实话 一个自己的儿子 无辜受到伤害 受到伤害以后 你这个赔偿金额 你还没到位 时间太长 搞到这个申请人这边呢 肯定是对他失去了信任度 然后这个情绪 也是肯定会越来越急躁 2015年7月9日凌晨一点 10年29岁的黄思祥 开车回家 当他把车在楼下停好 准备上楼时 路边突然冲出了 十几个年轻人 瞬间对他大打出手 我叫他把车ussia 打开撸出来 然后把车llo放过来 就把车牌拿走 然后把车牌拿走 你这个人 看到吗 看到他旁边的两人看到他 他有领来来的拖在医院里 他就是我们不知道 當他搞清楚了事情的前因後果之後 剩下的就只有極度的憤怒了 這個案子的起因其實比較簡單 過程也比較簡單 起因的話就是 事案的被告人的院子偉 他的朋友在外面跟別人 因為這個一點所事發生的糾紛 可能被挨打了吧 然後他通過其他的朋友 得知了這樣一個事 正好他們當時有很多人在一起 然後覺得自己的朋友丟了面子 於是燕至偉當即決定 立即跟著這十幾個人 一起去找對方報復 一定要把丟掉的面子找回來 就到這個街上去搜尋對方 然後在這個吵架的地點 遇到一個人開始經過 他們誤認爲這個人 就是當初打了他們朋友的那個人 也是把他攔下來 將對方進行毆打 沒有感覺 我沒有感覺 不論都不論是 沒有感覺 被害方跟不害沒有任何觀念 完全就是一個受害者 他正巧路過這裡 然後被誤認爲跟他們有關念 事後經過司法鑑定中心的鑑定 受害人黃思祥為重傷二級 已經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 隨後十幾個參與毆打黃思祥的 犯罪嫌疑人被警方逮捕 2016年8月4日 上高縣人民檢察院向法院提起了訴訟 屬於一個典型的一個故意傷害案 法地刑的話是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貼徒刑 2016年12月29日 上高縣人民法院 對著十幾名犯罪嫌疑人 分別做出了判決 不過當時的燕志偉 卻被判處了緩刑 燕志偉他在作案的時候 還沒有滿18歲 屬於未成年 然後在案發以後 也是如實供述了自己的罪行 有坦白情結 他的家屬也是積極賠償了 對方的損失 賠償了部分損失 當時是獲得了諒解 法院是依法判處了被告人 燕志偉有期徒刑 二年零三個月 謊刑二年零六個月 當時作為監護人的 燕志偉的父母 燕喜宗夫婦 一再承諾 剩餘的九萬元 一定會如期賠償到位 那麼之後這一承諾 為什麼會發生徹底的改變呢 黃金谷說 他之所以一見到燕喜宗 就控制不住心裡的憤怒 完全是因為對方 根本不講信用 當初為了要自己 寫諒解書時 百般承諾 可事後卻是翻臉不認賬 打了好多天嘛 打了好多天嘛 找名字找不到 但平時我就不會問 打電話問他了 我說過冬母結了 過冬秋結了 過年了 我就這樣講 冬秋還付幾千就算幾千了 我打他打他 好 我這錢買來 這錢一定買來 一定買來 2018年黃金谷曾向法院申請過一次強制执行 當時在法官調解下 燕喜宗再次支付了一萬一千元賠償款 並且再次簽署了分期賠付的協議 但是協議簽署之後至今還是分文不復 我們對這個被執行人的財產進行了查破 首先對被執行人的銀行帳戶查詢 所有的帳戶查詢 結果也沒發現他銀行帳戶有錢 第二 我們對他的車輛到交警部門也查了 也沒有車輛 然後到工商我們也了解了一下 也沒有辦任何企業 然後我們到了房產部門也查詢 還沒有任何房產 6月4日 黃金谷再次向法院申請強制执行 而經過核查 法官發現被執行人燕喜宗農村老家 有一處老屋 但是沒有房產證 所以一時間也無法進行處置 4年來 我跟你說實話 我根本就沒有說想不扛他的錢 不給這個錢給他 我存在沒這個想法 如果我年齡的話 我也早就想把這個事情處理掉 一家五口 兩個兒子 我老婆靠我老婆一個人上班 我在外面也沒賺到錢 要一個我媽 要我要 就是說有時候 其實是沒錢的時候 你這人家身上哪一百個錢 都是很困難 我錯失了 禍從天講 孩子慘遭非來奉獲 法院追償 調解現場 父親怒火中燒 父親的憤怒 北方警示正在播出 中醫傳承 將心優怨 高真堂 傳承國粹 弘揚中醫藥文化 創新理念技術 全生命周期 診療養液體 醫療連鎖 對腸健病 慢病 疑難病 未病先防 欲病防病 以病防促 欲後防腹 一人一方 辯症失智 造福百姓 助力健康中國馬 大醫經常 良醫好藥方現效 熬治厚凡 醫人吸 高真堂 道地藥材 密法炮製 好醫好藥 好高方 提高診療效果 為健康保駕護航 有警示的故事 這裡是北方警示 歡迎回來 不過呢 閻喜宗也承認 自己呢 到後期 確實是故意 不想搭理黃禁谷 甚至呢 是刻意不接對方的電話 那麼 他究竟 為什麼要這麼做 有時候他打電話給我 你不知道他說 說得多難聽 打電話給我就是罵我 是什麼什麼 你家裡什麼 反正說我弄丁八道的事情 我就不理他了 閻喜宗說 一來自己確實經濟拮据 二來黃金谷仗著自己有理 每天打電話 都是惡語相加 甚至威脅要傷害他的兒子 一來二去 讓他難以忍受 我確實是有時候 他打電話我就垮掉了 我懶得接他 我知道他是這樣的人 我懶得跟他溝通 我隨便你吧 我說你家怎麼樣怎麼樣 什麼 我在打電話 有無故殘忍 無言無故就打電話 我反過來 我應該在偏打電話 你怎麼 你必怎麼樣呢 為了化解兩人之間的仇怨 執行法官們曾經多次單獨找到他們溝通 希望大家能放下對立情緒 能心平氣和地面對面談談 冷靜地處理 但是雙方的矛盾 雙方的矛盾已然愈演愈烈 甚至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都表示跟對方無話可說 居留它也不是目的 目的還是要拿到錢 要解決它的問題 本來按照正常的辦案程序 它是已經達到了案件中本的這個條件 符合中本條件 但是呢這個申請人這邊呢 確實是一個是申請人這個身體狀況 是吧 還有一個是家庭條件 這個我們是看到是非常不忍心 我們說要聽人家就聽得久一點 是嗎 現在怎麼做 那能出去工作 不能 產品是一件老的 老的一個產品做一個生產 我們也想多做一下工作 多幫它爭取一下 所以說是我們盡量多找商方 多在調整 今天拿就沒拿一份的了 你拿個錢拿來拿一份的了 這好就有的 是嗎 媽的 就不留著的留著的了嗎 來 是嗎 坐坐坐 你先說一下你的要求呢 我就想要拿錢 拿多少錢 拿多少錢 拿錢呢 多少給 七萬九家 七萬九啊 對 等於是受伸的可以上看 給你外面來的 我拿不到 我就拿不到 我就拿不到 這是一場幾乎難以進行下去的調節 憤怒的黃金谷始終無法克制情緒上的激動 導致雙方更加是劍拔如張 針鋒相對 對於黃金谷始終難以壓抑的憤怒情緒 執行法官一直在努力控制著局面 希望讓他把怒氣發洩出來之後 還能夠冷靜地面對現實 共同協商出一個解決問題的辦法 申請人的心情我可以理解 不過申請人的要求 我也覺得是合情合理的 希望能在短期內儘快解決到 但是申請人說 就是今天或者明天兩天 兩三天之內全部解決 我們根據目前掌握的材料來看 基本上還是不是很現實 所以說我們還是希望能做一下 申請人的工作 能稍微給背景一點時間 於是法官們將兩人分開 開始單獨跟他們冷靜細緻 客觀地分析目前的現實狀況 勸解他們放下針對彼此的怒氣 相互退一步解決問題 我覺得這個人是這樣的 因為畢竟隔了這麼長時間 要給雙方一個發洩的過程 雙方把這種情緒發洩出來以後 讓我們再針對雙方的這種訴求 包括各雙方的這種家庭的條件 我們再有針對性來做條件 在法官推心致富的耐心勸導之下 一個令人意想不到的情況 突然出現了 被執行人彥喜宗主動告訴法官 自己在湖南長沙有套房產 因為在當地簽了銀行貸款 下月就將進行拍賣 所以償還對方的賠償款不會有問題 我這個房間確實下個月成交 這種想法 而不是說純正地想抵賴 想賣掉這筆帳 但是 彥喜宗隨後 拿出來了自己的房產證 而法官隨即經過查證 也很快證實了房產情況的真實性 我瞭解了一下 他提出的房子在長沙地段 包括它的面積應該都很好 核實了以後 確實存在這套房子 這套房子可能目前的市場價值 也大概200萬左右 他那邊只欠了120萬 我覺得應該是問題不大了 現今本院主持 雙方當事人達成如下執行和解協議 第一 被執行的業績中 致願承諾於2020年6月19日之前 支付1萬元給黃思祥 5887人在2020年12月31日之前 全部履行完畢 5年前的一場慘劇 讓兩個家庭都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也讓兩個父親一度成為了 視同水火的仇人 這原本是一次 幾乎不可能有什麼結果的調節 但是呢 在執行法官們 推薪致富的不斷努力之下 兩位父親的手 終於是握在了一塊 有請社會故事 這裡是